你是个作家 是啊 那你会不会把我写进你的小说里 很多人都问我 会不会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 每次我都含糊其思地回答他们 其实一个作家是没有选择的 他一辈子写什么东西 是一种宿命 一部小说在写出来之后 跟作者就没什么关系了 剩下的部分 读者来完成 太阳上山 太阳下山 引起点流泪 一耳口蛋糕的滋味 一耳间玩具带来的安慰 大风吹 大风吹 其实对我来讲 最后一天 都到位 想象的就是内心的一种安宁 我希望这种安宁 可以结束我自己的喧嚣 从头到尾 而小说的开头 就应该这么写 那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可他自己却并不知道 这就是他的宿命 他注定要在失去之后 才懂得真心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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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观看